其实一个人身上的标签和外衣不重要,都只是表象的一部分,如果网友们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,就会盲目去爱,也可能会错过真爱。 自从TX Boys小三只慢慢长大之后,虽然口头上没有说分开,但是三个人都各自有不同的发展了,而易样千玺是三个人当中最注重影视发展的,在观众眼中,他的演技也是三个中最成熟的,相比王俊凯在长城中羞涩尴尬的表演,易样千玺在斯美人里演艺少年屈原游刃有余,也正因为这样,他的影视资源一直很不错。 而在最近,他又一次受到《命运女神》的垂青,接到了七月与安生导演的新作《少年的你》,在里面和影后周冬雨合作,这是一次新的尝试,之前易样千玺基本都是在电视上演出,电影和电视区别很大,对演技有更高的考验,易样千玺一触电大萤幕就接到了一个有质量保证的作品,对于他以后的发展无疑很有帮助,然而从爆出的片场照看来,易样千玺看起来又黑又瘦, 剪掉长发刘海露出额头,得他显得瘦学很多,和以前的气质相差不少,有网友看到这一幕直呼,给不到易样千玺的帅点,这还是以前那个乖乖少年美男吗? 看着真是心疼他,看来之前的发型遮盖了他太瘦的缺陷,如此看起来,他算是TF Points里面最瘦的那一个了吧,不过话说回来,这一次电影讲的是叛逆的故事,又不是拍摄偶像剧,自然样子要拉着一点,憔悴一些。